明镜新闻台全新打造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世界大事新闻全包近在六度头条 Six to the news 今天我们现在首先要给大家带来一个最新的消息 那就是昨天通过的香港人权和民主法案 现在是来到了众议院再重新对这个内容再进行一次表决 而现在最新的消息是由471票对1票通过了 是这是一个非常 接着昨天的振奋人心或大快人心的一个新闻之后 今天的又一次巩固 那么现在这个皮球就直接的提到了川普总统的面前 那么应该说如果效率快的话 今天晚上就应该已经在川普总统那里 那么就需要川普总统来确定什么时候来签 或者是在10天之内 如果他不签 那么也是自动成立的一个法律 或者是在10天之内他提出反对意见 那么将会重新在两院进行表决 一旦两院表决过程当中有三分之二多数继续同意 那么也是否定了川普总统的这个不同意 那么总而言之一个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这项法案呢已经确确实实的成为了保护香港民众的一个有力的一个屏障 或者一个美国的一个态度 来自自由世界的再一次对美国 再一次对香港民众抗争的一次新的一个肯定 是所以这个法案呢 其实我们昨天已经讨论过了 它的内容有什么呢 它主要就是要求美国总统来制裁 侵犯香港人权责任人或方面 包括冻结他们在美的资产 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等等 还要求华府来制定策略 保障在港美国公民企业不会被引渡到中国内地 还要求华府来评估香港是否 是有执行美国出口管制法和制裁规定 也要求华府要保证不会向参与香港示威 被捕而留有案底的人士 拒绝发出美国的签证 而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昨天通过的这个参议院的版本呢 它跟之前已经通过的众议院版本到底有什么不同 根据南华的整理 这个参议院的版本是增加了 第一个在2020年要实现真普选 另外一个呢就是美英澳日韩盟友 要在这当中也要扮演角色 一起来协调和监督 所以这是目前呢 这个香港人全法的这个最新的进展 而中国这方面也是马上有回应了 是啊 非常的回应 而且非常强硬 自昨天参议院通过之后呢 是各式各样的回应 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人民日报 就此发表的一个 抬头的一个大红色的一个 评论员的文章 题目是干涉中国内政的法案 就是废纸一章 但是尽管是如此 依旧我们看到 对于中共来讲 认为的废纸一章呢 却掀起了中国政府的几乎所有的机构 同时的发表了自己各自的一些宣言 指责了美国的这个法案呢 是无用的 甚至是侵犯了中国的权力 认为这是中国国家的内政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 各路的一些媒体呢 也都做出了对于中国的反制的一些看法 当然中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制的能力 或者反制的条件呢 也目前看来呢 是大家都广为争议的一件事情 路途社认为呢 白宫呢 没有做出立即的回应 白宫尚未透露 特朗普是否会签署或否决香港人权法案 一位美国官员最近表示呢 尚未做出任何的决定 这位在不愿透露姓名的情况下发言的官员表示 如果这项措施到达川普总统的桌上 川普的助手们之间可能会进行激烈的争辩 他们担心这会破坏与中国的贸易谈判 而那些认为是时候站出来的人 会在人权和香港地位上继续反对中国 中国大使馆呢 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 在参议院简短的讨论开始之后 共和党的参议员呢 马可卢比奥说 香港人民看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他们看到了为削弱自治和自由 所做的不懈努力而得到了美国的认可 是那这个我们刚刚得到消息 是有两个法案都通过 这法案呢 应该就是香港人权民主法 就是刚才我们一直说到的 由马可卢比奥他所发起的 这个他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加快了程序 回避了唱名表决 那另外一个法案呢 就是由厄勒 厄勒岗州民主党人 Jeff Markley 他所发起的保护香港法 这个法案呢 将禁止美国公司 向这个市场出口非致命性 人群控制和国防的相关用品 所以现在这两个法案呢 都已经在昨天 在参议院通过 那今天呢 在众议院也是通过了 那我想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 就是这个法案呢 它并不是今天在这个参议院 它并不是全数通过的 它是有471票对1票 那这个1票是谁呢 它其实是肯塔基州的马西 那至于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立场 这个我想我们 这也许是体现了真正美国的这种民主 就是会有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有人反对 也会有任何一件事情会有人支持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就不像中国的很多东西 似乎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没有疑议的 当这一次呢 美国参众两院也基本上在 众议院的这个首先推出来的这个法案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几乎是全票通过 那么在参议院呢 也是全票通过 这一次呢 也是因为香港理大的人坚守之后呢 看到了香港局势确实需要美国这方面呢 给予更多的一些支持的 那么美国的这个法案呢 也在卢比奥参议员的积极推动之下呢 在前一段时间被搁置 或者是叫被排期之后 在240多位 那么突然之间呢 又在前一段时间情况紧急之后 以及人全国人大 中共的全国人大推出了一个 是法的一个发言 对于要改变蒙面法 在香港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 再加上理大的这样的一个 年轻的生命们在那里 抵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也确确实实呢 是紧急的需要来自于美国的一个支持 是那所以这是关于香港人权民主法案 现在在美国的参议院和中议院的 最新的发展 那接下来就是 其实我们昨天我想马俊先生 跟我们的这个陈博士 还有我们的李律师 都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接下来川普总统 他有的时间是10天的时间 他必须要做出一个反应 那昨天李律师他的看法是 这个是众议院 参议院基本上就是共和党的 所以今天这个法案 在参议院是完全没有任何反对票情况之下 通过的话 川普总统他是不签不行 但是也有很多分析人士捉摸不定 因为觉得川普总统可能会拖延时间 因为这两天呢 其实拖延一点时间呢 也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选择的一个好机会 因为毕竟贸易协定呢 目前也正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 所以呢这一点也是无法排除的 但是川普总统可能会呢 给予一定的时间上的一个延期 因为毕竟他是真正的美国的今天的掌门人 那么对于当家者来讲的话 他所有牵涉和思考或者是考虑的因素会更多一些 是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到香港在接下来的这个礼拜 在美国的时间是礼拜天的时间呢 就要来进行区议会的选举 不过现在在这个中大跟理大事件之后 现在到底要不要进行这个区议会的选举 其实大家是众说纷云 而且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林郑月娥她就说 这其实并不是操纵在港府的首相 这一点呢也确确实实呢 林郑月娥说了一句大实话 那么我们观众朋友们呢 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讲解呢 可以展开一个思路 美国在通过这个人权法案之后呢 其实目前的香港局势呢 是民众绝大多数是支持民主派的 而建制派的支持率呢 恐怕是一个比较低的 或者是无法与民主派可以相提并论的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 如果进行选举的话 势必民主派的议员呢 席位会大增 而这样呢会对于香港政府来讲呢 会给予一定的这种压力 那么这种情况呢 按照以往呢 很多人分析人士认为呢 中共会促使这个区议会的选举压后 或者延期来换取更多的时间 用时间换空间或者换票呢 能够给予建制派更大的一些帮助 可是呢我们也同时看到这一点呢 似乎到目前为止呢 并没有显现出这种端倪 虽然很多建制派的议员呢 认为这次选举对他们个人不利 但是林郑也好 或者是北京当局也好 并没有做出要延期或者是取消选举的这种决定 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呢 也许被我们的分析人士认为呢 应该是香港会走向一个正常的一个选举 因为24号是民众再一次可以表达自己政治立场的一个好机会 如果将这个通道堵死 那么就意味着香港彻彻底底的失去了 最基本的他们的一个选举权 那么这个选举权的失去呢 恐怕会引爆香港民众的再一次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游行 甚至是武力的这种抗争一定会体现 因为民众的基本权力再一次被剥夺 本来就是保自由的一场抗争 本来就是一个真自由的一个开始 而把它原有的自由被剥夺的时候 香港民众站出来了 我相信把它原有的民主权力剥夺的时候 那么香港民众更会向前走一步 这对于中国政府利用香港这样的一个窗口型的城市 或者一个桥头堡作为自己的外资 以及贸易的进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和技术的西方输出来讲 这是一个中共不可以舍弃的子 当然两害相亲取其亲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共可能会放开这一次的24号的选举的如期进行 而如果中共走了这条路的话 我们是一个乐见其成 因为这可以改变目前香港的大量的这种动荡的局面 也可以促使香港的民众呢 有机会和管道将自己的政治的声音发出来 全球新闻大集合 SixDude.News 网页版APP任您选 六度新闻 一网打进自由新闻精华 SixDude.News 六度新闻 SixDude.News 全球新闻大集合 九度新闻大集合 全球新闻大集合